今年春茶 育酒汗及雙駭等天災影響 產量減少約三成 又加上近來茶葉農業超標問題延燒 原先預期春茶參賽狀況不比往年 然而四月份及時雨 讓露骨春茶的品質提升 報名茶樣是突破了六千大關 這種天氣對製茶過程 它都會提高它的品質 茶質還好就是產量會低 我高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檢查 你如果我才有高 我就沒高 我如果檢查它絕對沒味 沒有來高 今年春茶比上去比較好 沒有河水 還比較白熟 大家都想說 沒水 河水 沒用 只做白熟 水做不出 今年的茶比較重 比翁來比較重 上年的茶比較寬 產農減很多 因為你這條生 我都沒辦法 露骨農會辦理比賽茶 已有近四十年的歷史 今年也將秉持一貫的理念 為消費者三選好茶 我們露骨香農會春茶比賽 今年也是突破以往的紀錄 去年是五千多件 今年已經六千三百多件 報名件數 而且我看今年的品質 是特別的好 因為到後面就有雨水的滋潤 所以它後面有趕上來 加上冷涼的天氣 所以各位消費者 今年一年可以相當的放心 而且我們一定會嚴謹的把關 用我們專業的評審的角度 堅持我們的信念 過去茶賽 只要未通過農藥檢驗 就會找到銷毀 而今年有鑑於茶安連環報 茶因為過不止銷毀 還會以農藥管理法處置 最高可罰到十萬元 其實經過食安風暴 我們縣政府也嚴格把關 抽到的都是鐵碗政策 就是除了銷毀 然後罰款 還要獎息 各方面都來 那茶榮也相當的配合 願意配合這種政策 所以我想消費者 有風暴之後 應當可以越來越安心的 來使用國內的茶 入股農會多年來建立 公信力十足的茶葉品牌 議長和盛峰 相信在農會嚴格把關下 能夠替愛茶民眾 評選出各家優質健康的好茶 請大夥拭目以待 民意學員重新移入股採訪報導 謝謝 瀜 謝謝 愛 вопрос